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儿童幼药安全的部分 我是小儿科医师 正义 那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妈妈常常问我一些关于小朋友幼药的问题 那我就这边一次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那在讲之前我会讲一下日本他们的做法 日本的做法其实他们蛮好的 他们就是说强制你要拿那个什么 药单 你每个人都有一本药单 你只要领药的时候他就给你 他就问你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会给你一本新的 然后那些药师会帮你把那些贴起来 药单一张张的贴起来 然后现在进化的是电子版与手机版 这个就是一个去台湾的人去日本玩 他去看医生 他说因为他第一次拿药 在日本拿药 所以他就给他一本 然后他就把那张药单整个贴下来 你看他们有很多条很多行 日本的药单每张都长得一样大 所以他你每次拿的药他就一张张贴起来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本子 上面就是你所有的药单全部都在上面 包括那个日期啊 然后你的一些病例啊 或者是那些简单的 他都会帮你填上去 所以他们现在有手机版 他们拿来的药带上面有个QR Code 你扫了之后 你用什么药就在你的手机里面 所以你之后呢 去医院的时候你就这样一读 他就知道你之前用了什么药 那有时候我们去 就是现在我们也有云端药力 然后大家会说 我们会问说你吃了什么药 你吃药的时候 他会说我健保卡给你看云端药力 事实上云端药力有个问题 在我们小儿科 如果医院没有给你上传的话你看不到 所以通常三天之内用的药 我们看不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碰到问题的时候 妈妈说我昨天带小孩子去拿家诊所看病 然后他给我药 但是我云端药力看不到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因为健保申报的问题 我之前住院的病人 他给我一张药单 上面有七种药 可是我们去看他的云端药力 只有三种药 剩下四种药 那个诊所如果没有帮你申报的话 他也不会上传 你也看不到 那我碰到一个更好玩的例子是 那个病人跑来找我 他说我昨天去看医生 他给我开了 他给我开了药 但是药单上面有三种药 药单上面只有三种药 然后我的药袋子里面有五种药 我不敢吃 所以他找我来 所以 云端药力其实 这样子看起来其实问题是蛮多的 所以大家还是把药单贴起来 最好每张都贴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你吃了哪些药 这是比较保险的做法 那通常 比较好的做法是 大家还是问清楚 你到底吃了些什么药 所以大概要问五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吃了什么药 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药 第三个要怎么使用 最后一个用多久 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比方说什么药 我们小微科 最常见的就是 你一定要问 有没有类固醇跟抗生素 基本上这两个药是比较 类固醇就是会 会抑制免疫反应 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用 然后抗生素是绝对不能停的 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 有没有抗生素 有没有类固醇 然后退烧药是否跟其他药混在一起 我们其实现在不建议 常规的吃退烧药 所以有些诊所他会把 退烧药混在其他的药里面 所以妈妈要问清楚 这个退烧药有没有跟其他药混在一起 不然你的小朋友一直在吃退烧药 然后抗生素抗病毒药 血压药胰岛素抗血栓药物 一定不能随便停药 有些药你可以症状好而就不吃 有些药你是一定要整个把它吃完 所以我都说抗生素不能停 有时候我开抗生素 我会跟妈妈说 这个有抗生素 一口都不准吐掉 然后其他药什么什么 鼻塞啊流鼻水啊咳嗽的药那些 你比较好你就不要吃了 甚至上那种感冒的药 我都跟你讲不要吃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药 抗生素为什么用这个药 治疗感染用的 像肺炎啊 泌尿道感染 鼻痘炎 周耳炎 蜂窝组织炎 这些会用抗生素 然后这些会有疗程 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 为什么用 我的诊断是什么 我的诊断是肺炎 我的诊断是泌尿道感染 每一种疾病用的时间不一样 年纪不一样 用的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问清楚 为什么用 那像肺固醇的话 我们最常用在什么 气喘急性发作 那个喘得要死 如果你不给他肺固醇的话 他真的只能住院了 或者是说那个很厉害的那个什么 蕁麻疹 或者是很厉害的血管炎 这种一定要用大剂样的肺固醇 赶快把那个过敏反应压下来 不然就很麻烦 过敏反应很讨厌 你一开始不把它压死的话 最后会一直冒出来冒出来 很难控制 所以一开始在风湿免疫科 他们的剂量会用很大 短时间赶快把它压下来 那肺固醇 我们都常常说会伤肾 所以肺固醇不能长期使用 所以这个通常是短期的 所以如果有用肺固醇的话 你一定要问清楚 有用肺固醇 那我什么时候要停药 大概五天之内停药的 大概都还好 如果超过一个礼拜以后的肺固醇 通常那不能随便停 因为那个会抑制你的肾上线皮指数 如果你随便停药的话 就很容易休克 所以通常如果是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要慢慢的减量减量减量 把它减下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退烧药也是止痛药 所以有的妈妈跟我说 我的小孩没有发烧 但是你开退烧药给我 我说那是给你止痛用的 它是用于舒缓症状 对于疾病本身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基本上这种药就是可吃可不吃 你觉得症状很痛很痛或者是发烧很不舒服 你再用 不然的话如果小朋友还好 跑来跑去的那种 就算发烧我说你不要给他吃退烧药 这样对他不是很好 如果真的是感染来的话 他需要的是抗症素或抗病毒药物 不是退烧药 那再来如何食用 有些药品就是饭前吃饭后吃跟饭一起吃 不同的药都长得都不一样 所以你们一定要问清楚 有的药跟食物一起吃 就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所以这些药的话就是不能到跟食物一起吃 那会刺激胃部的药物就是饭后服用 这个我会讲一下 那像是抗美剧药 有的是要跟油脂一起吃 这样才会吸收好 那加血糖药物是吃饭的时候就 吃了药马上吃饭 跟着食物一起吃 所以每一种药都不一样 一定要问清楚 那像我们的药 大多数是饭后的 只有几个是饭前的 比方都是什么 安灭菌抗症素 甲状腺素 或拉肚子用的吸附剂 就大概只有这几个会是饭前用 大概其他的大概都是饭后用 那另外一个两个要注意的就是 肺固醇 肺固醇跟肺肺固醇抗发炎药物 就是我们所谓小朋友常用的衣服跟配消药 这两个三味 所以基本上最好饭后吃 那通常我们会遇到的问题是 小朋友的生病作型都很乱 都睡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然后再叫起来都不太好喂药 所以我会跟妈妈说 算了啦 你就尽量就好 大部分我们小朋友的药都是糖浆 糖浆就是跟着一大堆糖进去 大概都不太会伤味 所以你就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你就吃饭前吃也可以啦 算了没有办法 基本上我们小朋友要求不会太严格 因为要是跟你说不行的 我通通都说可以 因为小朋友你真的很难控制 好 如果六小时要吃一次的话 在睡觉的时候需要起床吃吗 他会跟你说 基本上准时的话是 五点十一点 下午五点跟晚上十一点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六小时准时 不用的话 就是入睡前提前使用 早上起床 就起床的时候用 只要你两次间隔二到四小时 就可以了啦 然后你每天一吃四个四次就OK了 那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说 可不可以跟牛奶一起吃 牛奶不要 因为牛奶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果汁你只要不要选葡萄柚汁就好了 葡萄柚汁里面酵素非常的多 会破坏很多药物 所以大概不要选牛奶 不要选葡萄柚汁 其他的大概都还可以 然后另外吐了怎么办 吐了是不是要马上吃 通常我会说如果你是抗生素了 吃药之内 吃药30分钟之内吐的 你大概要不回去 吃药30分钟吐了 你就不要管他了 那如果是什么咳嗽药 鼻涕药 就不要管他了 算了吐了就算了 忘了吃药怎么办 待会我会讲一下 那用不完药怎么办 之后我们也会讲一下 那个忘记服用抗生素怎么办 你想起来的时候 赶快把它吃下去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起来的时间 已经快要吃下一只药 比方说给你讲说 四个小时吃一次 或六个小时吃一次 你想起来的时候 已经只剩下两个小时 就要吃下一次的药的时候 你前面那次就不要吃了 超过终点 超过两次中间的终点的时间 你就不要再吃前一次了 你就直接吃下一次就好了 不要吃双倍的剂量 不用跳过去吃下一次就好 然后要用多久 这个很重要 抗生素不可以随便停药 每个疾病的治疗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呢 你要问他要多久 像肺炎一般我都用五天 泌尿道感染的话 有的五天有的七天 要看年纪 年纪大的五天 年纪小的七天 中耳炎跟鼻痘炎 七到十四天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要问我要吃多久 那一般诊所开三天的药 所以三天完后 你一定要回诊再继续拿抗生素 这个很重要 然后 有加抗生素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问 十秒回诊拿药 再来注意事项 抗生素 会有腹泻的副作用 然后呢 支气管破脏剂 跟抗皮塞药 会有兴奋的副作用 小朋友会晚上不睡觉 跑来跑去 妈妈会说闹到三点 这个都叫做副作用 然后呢 像我们小朋友 吃那个气喘的用药 肺固醇 或白山西受体抑制剂 脾气脾气会变得很暴躁 停药就好了 然后 第一代 抗主治安就是鼻涕药 会想睡觉 药物需不需要冷藏 可不可以混在一起吃 这个每个药都不一样 那一般我们小朋友 用的那些药物 大部分来讲 混在一起吃都OK 所以你去看外面看的药 全部都是把你磨成一包 这就表示它没有交互作用 但是大人的药 就比较麻烦了 大人的药 有的新的药 会有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 这个药可会跟其他的药 混在一起吃 然后药不要冷藏 每个药不一样 所以也要问一下 那小朋友的话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比方说来讲 我们常用的万谷酶素 抗药菌株用的 抗药性金黄酷酵菌用的药 那这个药 大家都以为 一般人想说 小朋友的药 会用的比较少 事实上不一样 这个药的代谢很特殊 所以一般我们医院 在打的时候 其实是年纪越小的 每公斤体重是打得越高的 这个药 因为小朋友的肾脏扣进率很快 所以基本上 它是年纪越小打越多的 不是每个药都一样的 那这个是客流感 客流感 这个是2014年的新闻 是说 小朋友开到大人的剂量 其实后来看起来 是在安全剂量之内 但是客流感一颗 就是75毫克 就少这样一颗 那我们是看体重来给的 那小朋友就是有0.2颗 0.6颗 0.8颗 这样子可以 那怎么办 一般来讲 像我们医院是直接帮你抹粉 有的医院是直接帮你泡成水 比方说一颗 给它泡成15 一颗 泡成5CC 就变每CC15毫克 然后你就看 30毫克就是2CC 45毫克就是3CC 60毫克就是4CC 以此类堆 它就是可以泡水来吃的 那另外就是日书 我们也常用这个抗生素 那基本上它泡好之后 一瓶是15CC 不用冰 再室温就可以了 日书就长这个样子 但是呢 每种药都不一样 配药前要阅读使用说明书 日书基本上它的那个说明书 是写在它的盒子上面 是写在它的盒子的旁边 基本上 虽然是说一瓶15CC 但是你只要加9CC就可以了 它的那个药粉加水后会膨胀 最后会变成15CC 所以日书只要加9CC就好 我们再看下个氨蔑菌 氨蔑菌我们也很常用 它这边有一个记号 就是这条线 你加水加到这边就可以了 使用说明书上告诉你 一瓶配起来是35CC 但是你只要加32CC就可以了 所以它下面的体重 那个坟墓 胀起来应该是3CC的体积 它会告诉你先加水 加到一半 然后就是把它摇匀 摇匀之后再把剩下水 加到那个填充和线 就是那个记号 然后这个是要冰的 安田纪要冰 他是说有人问说 欸为什么会变白 它泡水后会变色 由白色 变成乳白色 再变成黄白色 然后它基本上 它说这是正常的 变成咖啡式的时候 就不要吃了 如果还是黄白色的时候 是可以吃的 然后 因为安叶菌要冰 它说昨天晚上忘记放在冰箱了 今天还可不可以吃 可以 一天没有冰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要去学校 再去学校吃的话 你就把那个药 就是用小罐子装起来 带到学校去吃 一天不冰没有关系 那所以这个安叶菌是要冰的 日酥是不用冰的 这是我们医院 比较常用的两个抗生素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有些药是不能抹粉的 比方说 常硬硬 常效型的这些 是不能抹粉 抹粉会破坏节奏 影响它的吸收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像 腰无抹粉会 会吸到那个湿气 会容易变质 结块 变色 所以基本上能不抹 我们尽量不抹 但是如果真的年纪很小 药膜也是得抹下去啦 那 排纳烟他们是尽量不抹药 但是有些他们也会抹啦 那他们是说 每包至少要200毫克才够 所以你想想看 安叶菌 不是 颗流感一颗才75 所以 那个药的剂量 你看要两颗以上 比两颗还要多的 那个才会分包分的准 所以他们怎么办 加乳糖进去稀释 就用乳糖去 去把体积放大然后再抹 这样会比较准 所以 理论上来讲 就是 每次磨下一个药之前 他都要清洗 用其他 用那个什么 去把他上面的药带走 避免交互忽然 不过基本上 这是理论上的做法 实际上应该不会是 每次都给他用 因为那个时间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不想要小朋友吃别人的药 就要训练小孩吞药丸 像有的 像台大运其他的药 他们不抹的 他就说 妈妈你回家自己抹 你就是切 切完之后自己抹 那解决的方法就是 买切药器 要给药之前才切割 然后 如果没有办法吞 他叫你用那个什么 汤匙或碗把它压碎 加水 那他是说 不需要买盐波 你就用汤匙就可以了 然后 切药器 不用每年换新的 你只要记得洗完之后 要把它晾干 免得它生锈 那有些 定径 定径 他就叫你压碎 或者是用水 把它溶掉 磕下去 那另外药粉的话 药粉他叫你可以加在什么 苹果泥 果豆 果酱 乌丁 或加一点巧克力 让孩子吃下去 然后 或是用开水 溶掉给他吃 那另外就是 让小孩子选说 你要在哪里吃药 你想要吃什么药 你想要先吃哪一个 然后 让他选 然后可以用少量的食物 或饮料掩盖他的味道 所以我都请妈妈去买酥烤 我说你就加在酥烤里面吃 或是那个什么 蜂年果糖 那嚼定就叫他直接吃下去 像糖果一样 然后 就是用一些简单的话 有的妈妈会说 火车过山洞 嘴巴打开 那嘴巴打开之后 再把药喂下去 那六岁的话 就是叫他自己吞了 尽量让他吞 那如果真的不会吞的话 就是把那个粉倒出来 就吞下去 然后如果是牙齿会染色的药水 就用吸管吃 那这个就是切药器 切药器就是把药放在前面 一个三角形的凹槽里面 然后卡住 然后切下去 它就分开了 那就是 就是买切药器自己切 然后再磨成粉 那如果是水剂的话呢 那个滴管的话 眼睛要对面 对齐它的意面跟刻度 那个杯子也是 量杯有那个刻度 所以 要拿 就是拿在你的眼睛的水瓶 跟你眼睛视线齐啊 然后就对着它的刻度 跟以免这样看才会准 那至于药品怎么保存 鸿嫩酸剂的话 基本上就是放在干燥阴凉处 台湾比较热 就给它放在冰箱冷藏 那如果是药水的话呢 基本上 上面会标注保存极限跟方法 那如果没有 上面没有写极限的话 你就是这一次领药丸 没有吃完 你就可以把它拿来我们回收 那个 如果是有焚化炉的程式的话 就直接丢到那个什么 夹帘带里面封起来 就跟一般垃圾烧掉就可以了 台东没有焚化炉 所以台东的药 要拿回我们医院回收 或是卫生所 总共有16个点 大家回去看一下 我们冬季是有在帮人家回收药物的 那卫生所也有 那 干燥硬阳处 有的药要冷藏 就像我们讲 捏去要冰 日出不用冰 所以你都要问清楚 要不要冰 大概呢 要冰的没几个啦 那 药水打开炮之后 就会 他是说多数需要冷藏 其实是还好 像我们小朋友的 咳嗽鼻涕药水 我都跟家长说 没有关系 你开瓶后 放在太阳晒不到的地方 然后呢 两个月 你就一起开封日期 两个月就不要了 然后回来回收 那抹粉的话 比较怕潮湿 台湾很潮湿 所以家里如果有这个防潮箱的话 就放在防潮箱 如果没有防潮箱 就是买那种装饼干的那种蜜蜂罐 然后买那个什么 干燥剂 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他跟你讲说 没有效情的话 你就是比方说 他给你开五天 给你开七天 你七天没有吃完 就拿回来回收了 那这个就是安涅菌 刚切开 切开一天跟切开三天 你就看到颜色就会变 所以我们说安涅菌 刚泡的时候是白的 之后会慢慢变成主白色 变黄白色 之后变成咖啡色 如果变成咖啡色 就不要吃了 基本上受到温度跟湿度都会影响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 你对于药品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要提出来 然后如果有过敏的话 你一定要跟医生讲 或跟药师说我有过敏 这个药我不能吃 这个要知道 然后通常我们在领药的时候 会问叫什么名字 然后你要知道 你目前吃了什么药 所以我才会说 妈妈那个药单要留下来 贴在本子上 这样你才知道 小朋友吃了什么药 那药物过敏的话 从轻的到重的都有 轻的话就是皮肤搔痒 皮肤稍痒起疹子 嘴唇肿脏 严重的急性肾脏发炎 肾脏肝脏发炎或衰竭 那严重的就是 我们看直接看起来比较快 这个就是痒 这个就是起疹子 这个是眼睛肿起来 这个叫做轻微的药物过敏 那这种都还好 不会影响到生命的安全 大概吃了那个抗主治癌 就搞定了 这个就是严重的 严重的那个药物过敏 那个皮肤会整成掉下来 就变成烫伤一样 这个叫做实地纹身 强生症候群 这个很严重 那基本上我们这边 常常碰到的 台湾来讲的话前三名 第一个是 那个降血 降尿酸的药物 然后后两名 是那个抗天咸药 所以基本上来讲 大概用这些药的时候 医生都会跟你讲 你要注意一下要小心 哪些事情要注意 那中毒怎么办 怀疑或确定中毒的时候 就是打119求救了 然后基本上来讲 你就是要 可以打电话到药品 药物咨询中心寻求协助 然后把那些药物 跟着带去医院 让他知道是什么药物 然后千万不要自行吹吐 也不要常触去综合药物或药品 就摆着就好了 然后维持呼吸道畅通 这个最重要 那有一些地方好像台北龙总 这个是24小时服务专线 任何时间打电话都有人值班 那另外台中龙总也有 花莲慈激也有 高一大这个也有 所以可以打电话去问 就是中毒了怎么办 然后吃了太多的药怎么办 先去问一下怎么办 好 讲完了